喂,我是吴季欣 现在是晚上8点05分 今天是礼拜天 3月20号2011年 我们来说说蔡主席 我们今天晚上的时候 已经有注意到 他们的媒体在报 就是民进党礼拜三 他们要登记他们党内初选 就是他们要选总统的人 这样知道的人有三个 一个是蔡英文蔡主席 她已经宣布了 3月11号 刚好日本大地震 跟她宣布要参选民主进步党 党内初选 刚好撞棋 所以她新闻一直被压了很久了 那日本现在随着日本地震 过了一段时间 渐渐能够传着原子核反印度 没有继续再爆炸 所以要取得头角新闻 也是会有问题 我现在看纽约时报 最近两天的利比亚新闻 就是美国跟英国 还有霸国对割大会的政府军 割大会的部队进行攻击 这事情到底是会被昏成南北韩 有待观察 尤其是俄国跟中国 两个人都不愿意彻底跟割大会翻牌 可见他们跟割大会之间的交易是很大的 当然也保留一些东西 不会直接支持割大会 我们再说回来 就说到蔡主席 我们今天礼拜天非常忙 早上就去老人养护中心 看我爸爸 我想到蔡主席 今天 蔡英文蔡主席 今天早上一大早 我是从北投坐捷运 到那个 新北市 新店区 我是 骑脚踏车 从地利岸站上 快到台北车站的时候 又注意到一个 广告 就是姚文志 姚文志 还有蔡英文 两个都是 把它画在手机上面 一个大的广告 以前就姚文志一个 画姚文志不知道怎么样 改了 改成蔡英文蔡主席跟姚文志 两个手机 在墙壁上画得很大 到晚上的时候才知道 就是说 但我三个礼拜前就看过 那个姚文志广告 知道这是 现场景的大将 姚文志 他们在搞文宣 他们早就开始布局了 刚开始搞得好像库斯拉 非常大 因为你是把我们捷运当成儿童玩具 所以 邀文志刚开始做的库斯拉做得太大了 现在用手机来说的话 就比较 那个一点 就是 他们讲的就是 比较现象主义一点 就是说哲学上面 不要那么露骨 这一下太露骨的话 当然我们就知道 姚文志代表谢系 谢系在民党是一个大的 非常大的一个派系 他的势力是非常强大 你在高雄市 或怎么样 以前高雄捷印事件 大家就可以知道 谢系绝对不是卵脚虾 很强 这代表说 姚文志在这边的话 他们跟蔡英文 他们比较支持蔡英文 你在现象群去支持苏贞昌 是很困难的 苏贞昌不会怎么样 苏贞昌选出好无编 苏贞昌一点不觉得怎么样 苏贞昌他现象自认委 自己是长辈 所以他对年轻人的话 他会尽力去努力选 但他面子跟空度他要 他要的是面子 但他派系的团结他也需要 我们简单讲一句 就是说 即使孙昌输了 蔡英文真的去选总统 孙昌还是会挺蔡英文 这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跟谢长廷 现在他就挺蔡英文 因为没想到其他人 还是回锅老油条 插不出什么东西的嘛 像以前那个吕秀宁 吕秀宁也要下去选 吕秀宁也就是说 你们要看重我们民党老一辈 贡献啦 其实吕秀宁当副总统的时候 人家真重要的事情 也都没有叫吕秀宁去做嘛 吕秀宁在总统委员 以前又是叫什么 什么什么的 五个字 四个字 后来大概就是说 吕秀宁在阿扁当总统八年之间 他没有做什么 不需要做什么副总的任务 没有什么事情做 所以他能够 经理国家大政的话 他现在被人家推上去了 他没有自己的派系 所以要当总统实际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我们是说 如果说我们 就事论事的话 是这样的 吕秀宁当然非常喜欢提拔 会对人家非常好 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普通的人 在台湾现在算一个 非常普通的公民 吕秀宁对我们都有所照顾 而是觉得 吕秀宁是非常了不起的 吕秀宁他遇到问题 吕秀宁总统的问题 吕秀宁也讲过 所以他必须要面对 就是说 台湾现在跟中国的经贸关系 是很密切的 是非常密切的 而且我们台湾 从中国大陆赚很多钱 我们台湾现在还能够 维持一个繁荣局面的话 败事于两岸贸易的话 胜于败事于我们跟日本 或是跟美国的贸易 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一个关键 但民进党的 有时知识呢 大家不叫蔡英文先散掉这个问题 但是很聪明的嘛 马英九的大陆政策 马上如果能够做事 我们就不碰他了 这块区域不需要碰 那在于其他能够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是不是要走Cammon的路线呢 这问题都很严重的 Cammon的效应 在欧巴马他们那边都动了 有的那个Paul Krugman 这个上个礼拜 我记得 对应该说上个礼拜六嘛 Krugman在那边说 说这个白宫 或者是华盛顿 美国首部华盛顿 好像很少人关心 这些失业人的问题 就说失业的问题 政府补助啊 那个事情不用管啊 我们先搞发展经济再说了 那美国失业率 最多百分之九点几嘛 大家都知道 所以Krugman Krugman 变成几百万 美国工人在请命嘛 美国工人 实在遇到这些情形 好像很麻烦 像卫士康星州 他们好像工人 连公共贷款都被火绝掉 就是连黄屋贷款什么东西 还有很多州啊 都没有钱嘛 都已经进走嘛 拼命销教育预算 很像德克沙斯都最自由 最开放嘛 小布希总统的弟弟在当州长 是不是 他们也是有遇到这方面的问题 我看看可以给你们在写嘛 那比如说就学率就太低啦 或者说他们高中毕业生 才占百分之六十一点三 其他人大概都跟我1961年出生的 读国中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不升高中啊 一样的情形 所以倒退到1970年 但是克格麦也是说啦 就是说重要的东西又不是这样 就是说你现在高学历 你投资这么多钱 是不是将来薪水也高呢 不一定 他认为是谈判很重要 但是克格麦他是一个 商交理想主义的人 他不知道有些谈判是没有用的 像你看希腊破产 你跟我去谈判 你谈判什么 没有东西谈啊 外来谈判什么 没有东西谈啊 你就发现薪水要交出来 百分之几 还要交出来 然后买东西要比较贵嘛 什么东西都比较贵 反正就交钱就对啦 国家已经破产了 就是这个也怎么回事嘛 但是 但蔡主义他们现在呢 他们好像也没有表态 但是逼得 就马英九可能马英九的政权 他们表态了嘛 他们这个奢侈税他就要征 虽然他已经放宽 法律不能数级既往嘛 他又放宽了 就知道你们这些已经 买卖成功的人 就算了 或者现在你赶快买卖嘛 或者我这个税一开扎的话 奢侈税一开扎 你买卖房子 我就给你征税 就是台湾台北市跟新北市的 房地产就下来了嘛 我们知道日本第一阵 就是给台湾最大的刺激 就是说 我们台湾这个基隆外海 金山核电厂 还有一个就是 岩辽核电厂 这两个核电厂 遇到海啸的时候要怎么办 大家说完了 你遇到海啸 不要说 即使没有核电厂 我们都完了 即使用台北淹大水 那当然 那什么混头 没有混头 就北部变气首一样的状况 就跟 大家说 湖岛核电厂的时候 大家跑光光 日本也是 湖岛核电厂出事情的时候 员工大家都跑光光 一样溜掉了嘛 这问题很大 所以 但是就是 你要有一个应变措施 要去练习 我说海啸来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 核反硬度先 盖子 能够开启 让氢气跑掉 不至于爆炸 然后备用的 发电机要怎么样使用 这样是不是就要先把它弄好 弄到比较高的地方去 进商附近 什么这样比较高的地方 接个电缆线 就可以把冷却水 准确灌到那个 核反硬度里面 这个要花钱 因为你核电厂这样赚钱 现在算是 比你烧油要便宜多 那花这个钱是应该的 所以你要怎么花 你是不是要买那种 像日本现在用的那种 那种消防车 人员要怎么训练 主要是要怎么样保持 核反硬度的冷却状况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要办 现在就要开始要办 那马蒋云他这样混啊 海啸 要遇到也很难 不过这种话 不能这样讲 现在印尼海啸过了 然后日本又海啸过了 现在大家也不敢讲话 这么满 因为台风的时候 淹大水或怎么样 一下浪打过来 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种话 不要讲那么满 但可以先说一说 你要怎么办呢 是不是政府要编预算去做 这两个事 一个就是 如果防止政府破产 一个就是核电厂的问题 一个就是自然灾变 不然是气候灾变 或者是大台风 大洪水或大干旱 这个问题就是 就考验就是说 这种种候选人 他的态度 他的政策思考方向 木鸟 他其实是算很少 或者是女人 心胸这么康大 我们当然是非常 非常瞧得起 蔡英文蔡主席 当然是小马哥 他遇到困难 就是说他要考虑他中南部的选票问题 那台东 他一定要赢得比胡志强多 那台南高雄 或者是怎么样 他最晚 也不能输 不能输 就是你四成多五成的票 一定要拿到 这样他就有机会能够赢嘛 所以小马哥他当然是打赌啊 他能够打赌赢呢 又能够干什么呢 你看你这个核电厂 或者说 这开明的Change 下面 这个台风的问题 都没有办法处理嘛 还是预备用零边模式去处理 这是问题啦 然后核电厂的问题 他也没有构思嘛 政府他这样晃过去 他没有构思说 甚至你海啸上来 或大台湾上来 把堤放吹了 核电厂紧急状况的时候 你要买的设备 是不是要准备好了 发电机有没有准备好啊 人员足够训练 有没有训练够啊 这些都是问题嘛 无事无忌心 我们现在是晚上 已经晚上八点十九分了 已经忙了一天了 现在就是 礼拜六礼拜天 去老人院嘛 礼拜一到礼拜五要上班 每天周一要上班 因为我们工作地方 是在北投 但是北投我们公司 正在 就是正在忙碌中嘛 就是 非常忙嘛 我今天就是说话 说到这里 当然也祝福大家 而且总统 像我们最起码知道 有四个人 有兴趣 所以独立候选人是太难了 你要找一大堆年署 在台湾现在是 找一百万人年署 这种热情好像没有了 我是无忌心